因应防范疫情的需求 台湾的口罩国家队第二波的机台产线 最后一条机台顺利在周五的中午交集 提前达成了任务 总计92条的口罩生产线 如果产能全开 每一天的产能可望达到1200万到1300万片 而台湾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在周五宣布 从周六21号起 台湾五国内的五处机场的免税商店 都可以买到口罩了 台湾CDC机关署宣布 入境的旅客手持登机证或者护照 以及其他的旅行文件 从明天起到机场的免税商店 就可以买到政府所征用的口罩 未来旅客一入境就可以来防疫 目前规划每一个人限购一份 是成人型的有三片或者儿童型的五片 售价是每一份2块钱美金或者50元新台币 未来配送免税商店的口罩数量 也会随着民众入境的情况来做调整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 感谢观看